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著名的四战四平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这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走进四平战役纪念馆 人们可以通过图片和实物感受到那场战役的惨烈 走在四平的大街小巷 我们还能够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的遗迹 在四平英雄广场就有这座四平战役联军指挥所就职 当年东北民主联军 东北保安第一旅旅长马仁星 就是在这座四层小楼里指挥了解放四平的第一站 而距离它不远十米的地方就有这座四平战役纪念馆 马仁星同志的遗物至今还保存在这里 四平战役纪念馆坐落在英雄广场上 成立于1958年 展馆内通过文物 资料 图片 全面展示了四战四平这段历史 这个狗皮褥子 大家看褥子上这个毛已经掉得差不多了 那么据这个老战士回忆马仁星市长 他的生活是非常朴实的 他的一双鞋坏了再补 补了又坏 直到他牺牲的时候脚上穿的 就是那双补了又补的鞋 马仁星是西满纵队独立医师师长 在四平战役中 他是我军牺牲的最高将领 今天的四平市 有仁星路 仁星商煞 仁星广场等 许多带有人星二字的地点 都是为了纪念这位英雄 马仁星从开封军官学校毕业后 入伍参军加入了冯玉祥的部队 曾官至国民党少将参谋长等职务 后因不满蒋介石对日的不抵抗政策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率部起义成为八路军的一员 1945年8月 马仁星接管了东北保安第一旅 这支部队日后也成为四战四平的主力部队 展厅里的这本工作日记 里面就详细地记述了这支部队的筹建情况 笔记本一共是有250多页 那么其中有文字页是140多页 主要就是从1945年11月 进入到东北之后 到1947年初这么一段时期的工作内容 记载的最多的内容呢 干部情况的调研 那么主要就是包括联系干部 他的姓名啊 出身啊 家庭情况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国民党确定了占领东北的战略 1946年1月 国民党接收大员刘汉东到达四平 成立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 与此同时 蒋介石不顾国共停战协定 在美国帮助下 不断地从大西南向东北调兵 同年3月 在东北的苏军陆续回国 我党为了争取到与国民党和谈的筹码 在苏军撤离后 准备控制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 并部署首先夺取战略要地四平 3月15日 东北保安第一旅及其他各路纵队 共6000人在冰天雪地的四平城外集结 一战四平一触即发 3月17日浮晓 随着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 东北民主联军向盘踞在四平的国民党部队发起了总攻 民主联军不同的部队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发起进攻 那么最后突破成绩之后是在城市中心会合 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中央公园就是这个位置 当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国民党正规部队不能在四平城内驻扎 城内只有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 临时收遍的杂牌军约3000人 这些人大多是土匪投降的伪军 军事素养皆差 从3月17日浮晓到中午12点 击战了10个小时 在我军猛攻之下 国民党军无力回天 只好挂起白旗举手投降 一战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缴获的 它可以说是国民党在四平权力的象征 它的缴获也宣告了我军的大获全胜 一战四平期间 消灭国民党守城部队3000多人 我军仅伤亡235人 缴获机关炮一门 小炮31门 长短枪2000余支等军用物品 和这些冰冷的武器相比 展厅内的一条绿色毛毯 承载了更多的温暖 一战四平的时候 我们辽西军区的卫生部长吴兴敏 当时的战壕中缴获得这么一个毛毯 他跟我们写的回忆录里讲 这个毛毯曾经当时给重伤员盖在身上 因为重伤员失血过度非常老 那么这个毛毯用来救护伤员了 一战四平虽然取得了胜利 但这仅仅只是个开端 被土八路打败 让蒋介石恼羞成怒 为了夺回四平 他也加紧了对精锐部队的调动 同时也下令 不收服四平街 战争不停止 为此 毛泽东同志也下令 化四平街为马得理 不惜一切代价 死守四平 国共双方为什么都把四平当作重点争夺的目标 那我们来看一下展厅的这幅地图 您就会明白四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了 当时的中长 四眉 平旗 三条铁路呢 都在四平这里交汇 那也就是说 谁掌握了这里呢 南可到沈阳 北可到长春 掌握了四平 就等于打开了进入东西南北满的大门 1945年 日本战败投降 东北是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 控制了东北 就意味着在全国占据中 占据了有利形势 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 地处松辽平原中部腹地 辽吉蒙三省区交界处 是连接东南西北交通的枢纽 又是粮食集散地 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如有征战 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一战四平失败后 为了夺回这一战略要地 蒋介石下令发起反攻 更为惨烈的四平保卫战 即将打响 给我感触最深的 并不是一战四平时的战况 而是如今四平街头 带有人心二字的地点 满人心舍弃优渥的生活 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心中的理想和信念而奋斗 并最终牺牲在了四平这片土地上 这位辽吉功臣 用自己的鲜血 滋养了如今安静祥和的四平 四平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 苦难辉煌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我们应该永远遗迹的 走出四平战役纪念馆 我们来到了维曼皇宫博物院 这里正在举办光影记忆中的党史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电影海报展 老电影的片段 原版海报 还有一些电影中使用过的道具 一一亮相 这光影记忆也带我们重温 光辉历程 1991年上映的电影《开天辟地》 讲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 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三年间 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开天辟地的重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无数共产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 而抛头颅洒热血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这首诗让夏明翰这个名字广为人知 1985年上映的同名电影 就描绘了夏明翰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短暂一生 1931年918事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敌后展开游击战 抗日救国 平原游击队 地道战 地雷战 等经典老电影 就讲述了在我党的领导下 军民打击侵略者的故事 这些电影也造就了一步步万人空向的传奇 游击队长李向阳 明明队队长高传宝的故事 一直被歌颂至今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 很多国际友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贡献出宝贵的生命 白秋恩大夫 柯丽华大夫 就是其中的代表 在本次展览中 年代最久远的 就是这张1952年上映的战争片 南征北战的电影海报 近70年的历史 已经让它的纸张泛黄 电影南征北战 讲述了解放战争初期 在华东战场上 人民解放军 在敌强摸落的形势下 最终消灭敌人取得胜利的故事 南征北战成为 新中国银幕史上不朽的战争史诗 而描绘地下党冒着生命 传送危险情报的电影 《保密局的枪声》 上映于1979年 被认为开辟了谍战剧的先河 剧情跌宕反转 成为我国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电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电影《焦育录》孔凡森 就讲述了那些无私奉献 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 与此同时 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仅在服装上 就摒弃了青一色的灰黑蓝 拍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庐山恋 女主角张瑜的时髦打扮 在全国掀起了一轮模仿风潮 改革开放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这些变化从近期的电影中 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红海行动》 《中国机长》 《武汉日夜》 这三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反映了当下我们面对危机的万众一心 我们这个展览是引进了 《西海革命博物馆》的77张海报 和《长永旧纸博物馆》的13件电影器材 是通过电影海报内容的逻辑 把这个展览分成了四个部分 讲述的是从近代到今天的党史的故事 本次展览您不仅能看到电影海报 以及影片中的道具 还能欣赏到地道站 上甘岭等经典电影 在流转的光影中 重温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争农岁月 光影记忆中的党史 给了我们更多的感动和信心 从维满皇宫博物院出来 咱们再去《长春博物馆》 看看今天的第三个展览 1877年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 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 称作丝绸之路 我们对丝绸之路的文化和商业交流 都有所了解 但丝路沿线的动物、植物、矿物等 多数人却知之甚少 《长春博物馆》的丝绸之路 自然大观展览 让我们大开眼界 2000多年前 一条始于长安 经河西走廊 过天山南北 横跨中亚 直达波斯和罗马的路上交通古道 成为沟通东西方商贸和文化的重要通道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丝绸之路 本次天津自然博物馆与长春博物馆合作的 丝绸之路自然大观交流展 就是以路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自然生态为主要展示对象 这些颇具特色的动植物 以及独特的自然遗产 也不断吸引着人们对它的探索 戈壁沙漠 高山冰川 河流湖泊 沼泽湿地 丰富的地理条件和多彩的自然景观 为丝绸之路上种类繁多极具特色的野生动物 提供了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园 本次天津自然博物馆带来了14件 栖息繁衍于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野生动物标本 藏雪鸡 毛腿杀鸡 斑头燕等藏地独有的珍稀物种 在这里一一亮相 我国西北地区冬季长而寒冷 那可以看出这些动物呢 都有厚厚的羽毛 帮助其适应严寒 那比如啊 我们这里看到的藏雪鸡 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 可以看到藏雪鸡的脚呢 是比我们现代一些禽类的脚还要大一些 并且比较锋利 这样呢 能帮助它在雪地行走和掘地而食 在我国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与野生动物相伴相生的 还有耐高寒与干旱的野生植物 骆驼刺 火熔草 沙棚等植物标本 也让我们领略了丝绸之路上 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丝路上许多地区自然环境严酷 然而顽强的动物和植物 在这里却呈现了生物的多样 有一些植物更是随着思路贸易交流的不断繁荣 走进中原 改变了我们的饮食习惯 丰富了我们的餐桌文化 也丰富了沿线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植物种类 至今很多植物的名称仍带有鲜明的外来标记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些比较常见的蔬菜水果 都是从思路沿线传入到我们中国地区的 那比如菠菜原产于波斯 唐朝时传入中国 原名为波斯菜 我们现在只简称为菠菜 核桃呢 原叫胡桃 而黄瓜呢 原叫胡瓜 大蒜原先叫胡蒜 除了这些水果蔬菜之外呢 旁边为大家展示了一些思路沿线的香料 罗勒 欧芹 以及黑胡椒 大家可能知道是烹调西餐食所用的 那大家知道吗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八角 香叶 都是从思路沿线一些国家和地区 传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 丝绸之路让我们的食物更加鲜美 口感更多层次 也让我们的生活拥有了更多的色彩 穿过河西走廊 进入西域各国和中亚地区 矿产资源十分丰富 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河西走廊最西的门户 玉门关 就是因运输玉石而闻名 本次天津自然博物馆 还带来了二十余种矿石标本 我们日常配饰中常见的 石六石 和田玉 水晶 玛瑙等矿物原石 都在掌柜里 熠熠生辉 前方这里呢 看到的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和田玉 和田玉原产于昆仑山 又叫昆山之玉 一直到光绪九年才被命名为和田玉 新疆是目前和田玉产量比较高的地区 旁边看到的是玛瑙 水晶 碧玺等矿物资源的原石 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还不太一样 目前我国共发现了171种矿物资源 而新疆就有138种 占比85%左右 可见新疆的矿物资源十分丰富 这些矿石除了能做珠宝配饰 还成就了世界绘画艺术中最重要的分支 中国画 无论是世界遗产敦煌壁画 还是国之瑰宝千里江山图 都有赖这些孔雀石 尘沙 雌黄等研磨成的颜料 榴莲在长春博物馆 2000多年里生生不息的动植物 和沿线出产的色彩斑斓的矿石 丰富了我们对丝绸之路的认识 畏为大观 本次交流展示长春博物馆 与天津自然博物馆的首度合作 期待长春博物馆给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享受 丝绸之路上的自然大观 兴起有趣 在这儿 专业给大家普及过关于丝路的知识点 2014年 中国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 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这也是中国首次进行跨国联合申于 到今年7月份 中国已经有56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了 同时呢 中国还有42个项目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迷路 其中呢 就包括去年年底成功身移的太极拳 太极拳啊 大家都不陌生 以柔克刚嘛 不过啊 练好太极拳可是有不少说到的 咱今天啊 就请了个太极高手 跟您好好说到说到 如何练好太极拳 太极者生于无极也 阴阳由微于柱 循环无端 极其生生至极也 中国人将宇宙 自然和人体的运行规律 归结为阴阳循环天人合一 基于这样的哲学思想和养生观念 形成了有关身心修炼的传统知识 和体育实践 并将之世代相传 这就是太极拳 拳法刚柔并济 开合有序 招式如行云流水 自然流淌 他的名字叫关博 是吉林省太极拳协会秘书长 也是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 今年41岁的他研究太极拳 已经26年了 在很多人眼中 太极不过是一套简单的拳法 但在关博这里 太极需要用身体 用灵魂去拳势 当你真正练了它 你就会发现 它不是单纯的肢体运动 它是在体物阴阳走转变化 在这你练拳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肢体的变化 你要感悟感知啊 17世纪中叶 太极拳诞生于河南省温县 陈家沟村 后逐渐流传到河北 北京 天津等地 各地在陈氏太极拳的基础上 发展出多个流派 各有不同 陈氏太极拳快慢相见 杨氏中正安舒 孙氏转换灵活 上世纪50年代初 为了去除传统套路 以门派家族为主的色彩 当时的国家体委 逐步将太极拳 简化成24世 42世 48世等 六分钟以内就可以打完一套拳 传承国家的标准化它 我们就得从每一个动作 系维化的动作来规范它 来普及推广 这样才有益处 如果有什么困难 我都就是 都是想法设法克服了 我也得来天天来打拳 打完拳以后回程 特别轻松愉快 我就对着泰拳就上瘾了 这不将近20年了 对我的身体非常有益 我积累一些都是健康 收获的是快乐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 一枚瑰宝 2006年 这项运动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飞翼项目 在国内 太极拳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是公园里很多大爷大妈 锻炼的首选 但想练好这项运动 习练者还需要经过正规学习 很多人练了 他练完之后 练太极拳不好 练完我吸管结疼 什么什么 说不定练错了 每到周末 官博只要闲下来 就会到公园里 指导老人们 其练太极拳 也能看出来 是宽固点 而这个手按到哪呢 再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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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别动 高度站起来 微躯 好了 就不是往两侧按 是体前站 现在是挺胸突臀 好 这个问题 这个位置可以改正的 老师你先站起来 好 可以了 你看我 哥哥看我 这个突臀的禁力 怎么改善 如果说正常站立的话 这一定是有坑的 对吧 蹲的时候 容易出现什么 这种状态 对吧 他怎么 你看是不是就没有了 是不是就没有了 所以说你一定不能 做成功倍那种状态 在不少人眼中 太极拳慢条斯理的动作 是老年人的专属 与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 有些格格不入 为了更好地传播这项文化瑰宝 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开始在全国高校中 陆续推广太极拳 2015年 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 东北师范大学成立吉林省太极拳协会 由官博担任秘书长 负责培训专业的太极拳教师 创编更适合青少年掌握的拳法 太极拳的教学可能比普通的 摩尔克的教学可能更难一些 因为它涉及到身体的问题 人体是最复杂的 肌肉骨骼韧带血液 包括心理和生理 配合的问题都很复杂 所以你要想达到一个 合格的体育老师 合格的太极拳教师 你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今在我省已经有17岁中小学 在官博的帮助下 开设了太极拳课程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去省内各处高中 与老师们进行交流 之前我也去这个学校 进行过太极拳指导 指导的都是他们的老师们 他们就可以在学生当中 进行传播太极拳 太极拳练习的时候的一个形式 是清零柔和缓慢的 我的节奏是受我所控制 当我去计计攻击的时候 它一定是快速的 这样也就是太极拳所讲的 叫后发先制 这就是太极拳的起 这起 按的时候这样就按一段 这就是太极拳的按 这个就是太极拳的起誓 所以不是公园里年龄大的人 练那种太极拳 他练的只知道起和落 他只知道调养和呼吸 但实际上真正的用太极拳的时候 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了 就我们教慢的动作 教快的动作 还要教孩子们这个道理和方法 这样的话他来学太极拳 他才能提高兴趣 就我们来创编太极拳之后 还要创编一套 太极拳的技法才着 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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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拳的时间不断增长 对拳的感悟不断增长 感悟身体的每一个发生的变化 体验生活的每一处的时间 节点和点点滴滴 这个是太极拳带给我们现代人 这样一个身体的一个身心的 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 目前官博团队正在加紧创编 更加适合青少年的一套太极拳 拳法中起到防身作用的招式将被强化 未来他们计划在省内九个地势州 开设太极拳培训基地和辅导站 配备专业教师进行教学 如今吉林省太极拳协会 会员已达八千余人 正所谓权为小道 而太极之大道存焉 太极拳将以旺盛的生命力 广泛传播生生不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 我是庄园 咱们下周再见 卖一路